今天我们齐聚一堂啊 我们在研究什么呢 这个 内心的烦恼这件事情 从最上古到现在 每一天都有人在研究它 你不论教育层次多高 地位多么高 财富多么大 这个课题呢 自有历史以来从来没有间断过 对不对 那么可见得它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课题 那我们也许读了很多书了 然后服务的单位也很好 阶级也很高 但是我们在这个社会上 每天都有这种课程 心灵的课程到处在办 那各位今天呢 不远千里又到这里来 那所谓什么呢 就是为了寻找一个安心之道而已啊 是不是这样 所以首先我们要承认的这个课题啊 并不简单 而且远远超过我们的学问所及 我们的人生的阅历经验所及 若非如此的话 那么各位今天也不必到处奔波 然后今天又来到这里 对不对啊 那谈起追求内心的安宁啊 不外乎几种办法而已啊 一个就是 你会立即想到我的烦恼是因为有谁有谁有谁 好 有什么事什么事 对不对 所以你直觉反应就是我把它搞定了之后 我就不会烦恼了 好 这个是一个立即的想法 那那个事情当然摆平之后 你会稍微安定一点 可是你有没有发现呢 你就算换了一个环境 或那个人已经离开 那件事已经不在 可是你的烦恼还是很习惯的 偶尔又会来袭 对不对 然后你又会想办法要去把那个事情摆平 然后又算摆平了 偶尔又安息 可是就算呢 现在安息下一次呢 又一直跑出来 是不是这样 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一直找的原因 而社会上充斥着各种的方法 这些方法能够存在就是因为 它都有办法让你暂时安宁 这一点呢 是所有的法门都做得到的 在社会上各种补习班 各种心灵的单位 学校里面各种的辅导老师 他之所以能存在 而且让社会觉得有价值 就是因为让大家偶尔得到安宁的能耐 是大家都有的 对吧 那为什么还跑呢 为什么还要到处去寻找呢 那因为你发现那个不究竟 因为你内心的那个无名 你会常常跑上来 对不对 所以呢才要到处跑嘛 那归类一下我们的烦恼的 那个发生的当下 那有几种错乱 就是刚刚我已经讲过 这个是一个不简单的学问 那之所以不简单是因为 那个真正的主角啊 是会被外在的因素 把它给混淆掉 错乱掉 那个真正的那个主轴啊 其实是很少人抓到 外在的发生的逆境事件 就让你烦恼嘛 同样的逆境发生 有的人高兴 有的人烦恼 各位对不对 那就可见的那个烦恼 并不是在于 那个外在的那个人 或那个事的问题 不是在那 那仔细研究人类 烦恼发生的时候 都有一个现象 就是他的情绪都动 情绪不动的话 那个人基本上 是会觉得安宁的 那这个现象 你有沒有发现是这样 那情绪是什么东西呢 这一次我去北京啊 找一个专门研究情绪的博士嘛 就是北京师范大学啊 然后他翻译了一本书叫情绪 他就顺手拿给我了 我说你要送我吗 他说好嘛 送你一本嘛 里面有写到一段很有意思啊 那个他说情绪是两个字哦 如果我们不去定义它的时候 不去问你什么是情绪的时候之前 是大家都了解什么是情绪的 但是当我要很准确的去定义 什么是情绪的时候啊 你就会发现几乎没有人了解情绪 各位你会怎么定义啊 你说情绪就是内在有波涛的时候 对吧 是这样吗 那么内在有波涛一定都有情绪吗 那这则又未必了哦 比如说我慢跑完内在有没有波涛 有啊一定有情绪吗 那个则又未必了哦 对吧 所以当你要去准确的定义它的时候呢 就是发现了有困难 所以科学界既然定义不清啊 要研究它也就很困难哦 我曾追寻过很多科学仪器 要怎么样检测仪器 检测情绪 差不多所有的卖这些仪器的人呢 当我一问的时候 他说 事实上能够最准确的检验情绪 就只有我们这个机器 好 差不多都是这样说的哦 然后当我检验完的时候 我问他说 请你告诉我 这个波涛代表我刚刚里面有什么情绪 没有一个说得准 好 最贵的量子 以香港一部台币98万的 我都叫来看了嘛 颈若以心理变异的仪器脑坡的仪器 当你测到内在有波涛都可以测 皮垫啊脑啊都可以测得到 当你测到的时候 你告诉我 这个波涛代表我是高兴的还是神奇的 可以吗 没有人做得到 就这么粗糙 人类的自称这么尖端 但是对于情绪就这么粗糙 完全没有办法了解它 好 那 如果我们了解到对外在要去处理 去安抚我们的情绪是不足的 那么我们就要回到身上来 所有的书几乎都告诉你 问题在你身上不是在外面 对吧 你不论到哪一个心灵单位买的书 都会告诉你这个答案 但是我试问一下 虽然你看书都说问题都在你身上 可是当你碰到问题的时候 碰到烦恼碰到困难的时候 各位你往内还往外 往内你怎么做 我看到说这个小孩子不乖 所以我很火大 然后你会怎样 是先处理这个小孩吗 因为他不读书 所以我很烦恼 我压着他读书吗 因为他吃东西碗盘都不收 我很烦恼 所以我拿了棍子 我说你再给我不收看看 你的方法是往内还往外 其实全部都是往外 虽然你说的是往内 可是我仔细看都是往内往外 都是往外 这个现象很特殊 很特殊 我说这个学问不简单 就是因为混淆的事情 太多太多了 那如果有一天 你当你知道要往内的时候 那往内是什么东西 你会说就心啊 那我问你的心是什么东西 来吧再定义一下吧 你会发现我这样一问 大家都不了解心 当我没有问的时候 大家都心思淡淡 心我怎么会不了解 我读到什么程度 我怎么会不了解 对吧 那就是因为我们定义不清了 那个主轴就出不来 你就不晓得从哪里用力 你不知道从哪里用力 所以为什么佛陀说指指人心很重要 指指人心的手拿出来 就要指到位置了 心就在这 就要指到位置了 若非如此的话 这四个字就变虚谈 佛陀就变妄语了 他自然讲得出这个话 表示他是个觉者 他有所知 他指得出位置了 不然就不知了 各位读这个书 指指人心各位读过几遍 或者从小到大你听过几遍 那我请问你 你何时指过位置 怎么个指指法 你变成 用很抽象的词汇去解释它 对不对 现在要用佛经来证明心即是气是有困难的 因为佛经不谈气这个字 几乎不太谈 心为什么是气呢 我们现在就撇开所有的经论 我们就先不要说吧 这样比较好谈 因为既然大家的思想都很僵化在你固有的宗派里面 基督教的也不会承认心就是气 对吧 道教偶尔会承认一点 你气这个字我们常常谈 不过心是不是气呢 我还不晓得 对吧 那不然我们就把高生的经论摆在一旁 各位 你有没有发现你情绪动的时候 里面都有一股能量在飘动 你会发现你愤怒的时候有个能量很激昂 说我快要爆发出来了 是不是有个东西快要喷出来 对吧 你觉得很低潮的时候就有一股能量很低沉 那个东西如果不动 如果它不晃荡 它不在那边飘荡 基本上你是安宁的 各位 我们都长这么大 都有人身阅历跟经验 你觉得刚刚这对不对 所谓的情绪就是里面有一种能量 有一种感觉在变化或正在盘踞 这样对不对 你要认为这个是对的 我们黄连禅对你来讲才有意义 再继续往下谈 如果你觉得我烦恼的时候 其实里面都没什么感觉 那我问你那你的烦恼从哪里 在哪里 那个不好的感受在哪里 你必有一个不好的感受盘踞着你 我这样讲对不对 那那个东西啊 你不论以能量来说它 以法身来说它 以气来说它 都是可以的 这个只是名词不同 基本上其他没什么太大差异 那你不论你是个中个派 你只要喜欢那个词汇 这样也就可以了 没有问题的 你看你适合用什么字都可以 气是中国老祖宗所用的名词 我们中华子孙 我们用这个词是很恰当 但我不因为中华子孙 就排斥非中华系统的词汇 不需要的 因为大家其实都是一样的 那谈到如果你知道你的烦恼是里面的一股气 那气在动的时候才烦恼 那现在有一个问题了 你的直觉反应就是那气动的时候才烦恼 那不如我就想个办法让它怎样 这个不要动 是不是 这就是一个误区嘛 这个误区就跟刚刚 你的烦恼都是因为外面刚好在发生事情 所以我就想个办法摆平它 让它符合我的意愿 对吧 这个就是一个误区啊 那你现在知道 好不容易知道内在的情绪奔驰气血 在胸中气血在动的时候就有烦恼 你立即想到就是平复它 所以你会发现世上所有的法门 几乎千篇一律的 你不论到哪里 都教你怎么平复情绪啊 对不对 对吧 那什么是平复情绪 他也许不懂的是胸中的气 但是他给你的方法不论转移也好 贫富也好 给你安慰也好 给你激励也好 让你去接受你自己有情绪也好 总而言之就是让你觉得好过一点 那个好过一点 你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其实当你觉得好过一点 就是胸中的平去 那个气血怎么样 降下来 那个时候你就会觉得好过一点 所以几乎所有的法门都在往这个方向 那你说这个好不好 这个很好 这个也有他们的功德 也帮助了很多众生度过难关 那既然是如此 那你为什么还跑啊 大家为什么还是这个单位跑来跑去 那个单位跑来跑去 为什么 因为你发现 有时候我可以平复 有时候呢 我拿他一点办法 都没有 好 那个情绪体啊 举个例子就像海吧 海的波浪有很多嘛 风一吹也有波浪嘛 下个雨也有波浪嘛 有个瀑布冲下去也有波浪 有个河流流进去也有波浪嘛 对不对 那当你烦恼起的时候呢 刚好有个瀑布 你就想说 噢瀑不起所以我怀恼 我就想办法把那个瀑布给它移掉 移走了 好 海面上就没有瀑布了 我暂时得到暗影 可是待会河流又流进来了 是不是又有波浪了 你就好 我把河流给移走 然后现在呢 又没有波浪了 待会又下雨 待会又刮风 对吧 就算这些你全部搞定了哦 各位海有没有波浪啊 除了我刚刚说的那些因素 会造成海的波浪 海本身有没有波浪啊 它永远都是有波浪的 真正没有波浪的时候 叫做虾猫碰到十号子 其实它应该是有波浪的 任何时刻 对吧 哦 所以最究竟的办法 只有一招啦 就是你不怕这个波浪的时候 你就可以完全不甩它了 对吧 你也不必去管它瀑布来了 还是下雨了 还是刮风了 你就不必管这些事情了 如果你不怕内在的那个 新海有波浪的话 那你也就不必去处理那些 激起新湖的那个波浪的原因 对吧 所以不必要问为什么的 反正它现在有波浪 反正我也不怕它 那这个为什么其实就可以不必谈 是吧 那 当然很多很多的单位 致力于消除你的潜意识 回到前世去看清那时候 你跟谁结仇那个业力 对吧 把它解开 然后让那个夜席不要一直在 在缠着你 不过夜席能够缠着你 这英国定律是个事实 那么它缠着你 让你痛苦 是怎么样的情况下 你才会感受到痛苦 必须是你的心弧有所波浪的时候 对吧 它才你才感受到夜席影响你 以至于让你痛苦 对吧 哦 那如果这个夜席影响你 一直撼动你的心弧 它就是希望你烦马 不然它希望什么 是不是 那它希望你烦马 就是撼动你的心弧 如果你都不怕这个心弧 有什么动荡的话 各位它咬久了它会不会累啊 最累的事情不就是这件事情吗 久了也累了 各位你办一件事情 再怎么有趣的事情 当你做到累的时候 你会发现什么现象 我不干了 对吧 再怎么好我都不干了 是吧 那个报仇的人也是一样 咬到他累了 而你都丝毫没有影响的时候 他还干不干了 他就不干了 这个事情其实是很简单 要从釜底抽薪来讲的话 把它摆平 把夜席摆平 把以前这个累事旅院的冤筹 把它摆平是其中的一小环而已 是一小环 就像你把那个下雨的时候 因下雨而起的海面的波浪 下雨被你解除了 待会还有瀑布 对吧 等一下又有黄河 长江又跑进来了 是吧 又来了一个旋风 又跑进来了 最后你会发现 你还是没搞完 没有搞平这件事情 然后是不是还有某一次还没清完呢 你就在这里一直在流走 一直在流走 你的钱不断的一直在花 虽然那些都有用 这也是一个事实 但是问题是 如果你希望海都没有波浪 而你只是把那个小雨滴移走 你就以为这样搞定了 这个究竟吗 恐怕是还没有究竟 唯一你认识一个事实就是 心腹有波浪才有烦恼 不要走那个平腐心腹的波浪的方式 那是偶尔会成功 没有办法永远成功 你所要学的是说 它应该有波浪 只要我不给它意义 那个波浪不给它好坏的意义 其实它是很舒畅的 各位海面有波浪 应该对大自然来讲 应该是舒畅的事情吧 天上有云在飘 对大自然来讲 应该也是很自然很舒畅的事情 你的内心 你的心腹有波浪 算不算一个很自然的事情 应该是 可是所有的人 而且是自称修得很有程度的人 都有一个特质 就是他可以让他的心腹不动 这个到底算不算对啊 六祖说啊 有情来下种 说这个解脱是从有情还无情 是从有情啊 有情是什么意思啊 情就是七情嘛 对吧 只是喜怒哀乐爱无欲嘛 有喜怒哀乐 从有喜怒哀乐里面去觉悟 而不是从平腐喜怒哀乐去觉悟 对吧 然而现在我看我们 你所碰到的法门 差不多都往这个方向前进平腐的 偶尔会有学生举手说 老师我的法门跟你差不多 怎么样差不多 我的法门是这样 接受我呢 是有情绪的 对吧 这个听起来很像 哪里不同呢 你接受你原来是有情绪的 你还跑干嘛呢 不必跑了啊 对吧 为什么还跑呢 因为你接受你有情绪 可是你又发现 刚接受那一刹那 感觉我安慰了自己 我安抚了自己 我原谅了自己 我内心觉得舒坦了 你再多做几遍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又有点自欺 你接受了又怎么样 哀伤还是哀伤 愤怒还是愤怒 烦恼还是烦恼 对不对 最后你就会发现这个事实了 哪里不一样呢 注意这个事情 能量可以有波动 但是不要给它任何的意义 而心理学所谓的接受自己的情绪 是有没有意义的情绪 接受你的愤怒 愤怒到底有没有意义 有啊 它就是好恶的意义在里面 对吧 所以你接受你的情绪是不够的 接受你的情绪 接受当下所发生的事情都不够的 重点是这样 在你的心弧里泛起的那个波刀 对你来讲是一个流畅的能量 没有好恶的攀附 这一点做得到的话 那一句话才有意义 这样知道意思吗 黄定禅整个的练习的重点 就在这个环节 就是看起来是大家都一样的 实际上它就是一点书鸡而已 这个书鸡就是它的主轴在哪里呢 在胸中的漂浮的那个波草 胸中的气 胸中的能量 你唯有抓住这个焦点去练习的时候呢 你才会进步 才会跟古圣先贤的经论毫不冲突 可以贯穿所有的宗教 毫无疑问的没有问题的 好 我在大致上的说明了 那黄定禅的训练呢 就在这个环节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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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